当我们探讨真正的高频率生活时 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表面成就 也不是那种只存在于社交媒体点赞和评论中的荣耀 我们谈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 源于内心的价值体现 想象一下 当你独处时 你是否感到自豪不已 即使没有人为你的成就喝采 这是因为真正的满足和自豪感来自于你的内在 而非外在的认可 高频率生活是一种当你与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保持一致时 你会自然散发出来的能量 这种能量会吸引同样频率的人和机遇 形成一种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必然的正向循环 但要达到这种生活状态 需要自我反思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北天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 问问自己 今天我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正对得起我的心 我们的动机往往比行为本身更重要 一个看似普通的小山举 如果出于真心 其实发出的能量远比大动作来得真实和强大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学会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弱点 不再对外界的评价感到恐惧或焦虑 这种内在的强大 是任何外在条件都无法比拟的 你会开始注意到 当你的生活更加真实时 你对外界事物的需求自然而然地减少了 真正的高频率生活不是追求完美无缺 而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从中找到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当你开始重视内在价值时 你的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高 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喧嚣所影响 你的心态会更加积极 你会更加乐于接受新的挑战 因为你知道 这些都是自我成长的机会 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增强个人的内在力量 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和提升周围人的生活质量 透过自我认知的提高 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有益的生活选择 所以当我们谈论提升生活的频率时 我们不是在谈论怎样生活的更豪华 而是怎样生活的更有意义 第二 持续学习的重要性 当我们谈论成功时 许多人会认为达到某个阶段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事实上 真正的进步从不止步于此 设想一下 你攀登了一座山峰 达到了你认为的顶点 然而 当你放眼望去 却发现还有更高的山峰等待着 这就是学习的旅程 永无止境 每一个新的高峰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会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那些持续学习的人 可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掌握新的技能 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 学习新知识和技能还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感 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更深的理解和自信 每当我们学习新事物时 不仅是知识的增长 更是对自我的一次探索 你会发现 随着每一次学习 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在变化 这种持续的成长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和动力 试想如果你停止学习 就像是把自己固定在时间的某一点 时间虽然向前 但你却停留在过去 这种情况下 你会渐渐感到与世界脱节 现代社会的各种技术和趋势更新迭代迅速 如果不持续学习 很容易被新的浪潮淘汰 更重要的是 持续的学习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 每学一点新知 我们的视野就扩大一点 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同的文化 思想和信仰 这对于培养同理心和包容性至关重要 通过学习 我们可以遇见过去的 我们从未遇见过的自己 这是一场内心的革命 每一次学习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 所以不要因为达到了某一个阶段就自满 持续的学习 不仅是为了职业生涯的发展 更是为了个人的全面成长 我们每一次的努力和进步 都让我们更接近那个更好的自己 而这样的过程 充满了挑战和乐趣 在学习的路上 你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但同时也会有无数的启发和喜悦 这是一条充满未知和惊喜的道路 最终 持续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和多彩 第三 真诚与谦逊 在探讨真诚和谦逊这两个主题时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真诚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它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石 当我们以真诚的心态对待他人时 我们展示了我们的真实面貌 没有伪装 没有虚假 这种真实的交流方式能够打破隔阂 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深厚的信任和连结 而谦逊它教会我们如何将自己放在他人之后 它不是自我贬低 而是一种认识到自己并非万事同 并且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态度 当我们展现谦逊时 我们开放自己的心扉 愿意接受外界的知识和经验 这不仅是一种尊重他人的表现 也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途径 这些态度的实践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努力 每天我们都面临着选择如何对待他人的决定 每一次选择都是向真诚与谦逊迈迈的一步 想象一下 当你选择以一个开放的心态 听取不同的意见时 你的世界观是如何被扩展的 或者当你在错误中学习 并且勇于承认这一点时 你的内在是如何成长的 这些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使我们更加圆润和完整 透过真诚和谦逊 我们不仅仅是在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们也在修炼自己的内心 这种修炼不是表面的装饰 而是深入到个人核心的自我提升 它要求我们不断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确保我们的内在与外在的行为一致 真诚与谦逊要求的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调整 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更 这种自我修炼的过程是终身的 它不是一场有势有中的比赛 而是一条持续的旅程 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奖励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 我们的理解会逐渐深入 我们对这些品质的实践 也会更加成熟和精淡 第四 远离虚荣的诱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每一天都充斥着无数的诱惑 从耀眼的橱窗展示 到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的炫耀文化 这些外在的闪光点 时常让我们分不清楚真正的价值所在 但是当我们谈论追求一个高质量的生活时 最关键的转变必须发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是的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陈词烂调 但真正的满足和成长 从来不来自于那些短暂的赞赏 或者是意识的关注 它们源自于持续的自我反省 和不断的内在提升 想想看 当你取得了一项成就 周围的人或许会给予你掌声和赞美 但那种喜悦感受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一天 一周 或者只是一瞬间 而当这些掌声消失之后 剩下的又是什么呢 只有你自己和你的内心 所以 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得到真正的充实 那么无论外界的赞赏多么动听 你都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 因此 眼力虚荣的诱惑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这种选择要求我们 必须学会忽视那些浮华的表面 寻找更深层的 更持久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自我审视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又是什么 是转暂的关注 还是持久的自我成长 当你开始反思这些问题时 你会发现 从混乱中抽离出来 专注于自我提升 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清晰和满足感 这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因素 它完全是基于你对自己的了解 和你愿意如何塑造自己的未来 当你真正开始专注于你的内在价值时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 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升 这不是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物质 而是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认知 这种控制和认知 使你能够对抗那些短暂且表面的诱惑 并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最终远离虚荣的诱惑 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第五 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中 人际关系的质量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和生活满意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那么如何建立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呢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 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深入交流的重要性 当你与那些理念相近 价值观匹配的人相聚时 你会发现不仅仅是兴趣的共享 更有精神的共鸣 这种共鸣不是随意可以达成的 它源自于深度的理解和真挚的支持 当你在困难时刻得到朋友的慰藉与鼓励 这种支持的力量是无价的 而这样的关系往往不是建立在一朝一夕的 它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更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 想想看 当你真正被理解时 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是不是感觉像被温暖的阳光包围 即使外界有风有雨 内心也依然平静与安定 这就是与志同道合的人深入交流带来的力量 这种关系的建立 基于相互的尊重 你尊重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尊重 在这种关系中 没有人试图改变对方 只是接受彼此的不同 并从中找到共同的成长点 另外 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任何形式的利用 真正健康的关系里 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利益 而去利用另一个人 每个人都在为了共同的好处 和双方的成长而努力 那么 如何避免这种关系 变成一种炫耀的工具呢 真正的友谊或伙伴关系 从来不应该是关于谁比谁更好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有多少朋友 它应该是关于真正的连接 关于能够在彼此的生活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现立这样的关系 需要我们去创造一个支持和鼓励的环境 无论是在工作中 还是在私人生活中 都要寻找能够相互支持 一起成长的人 当这种环境得以实现时 你会惊讶于它对你生活质量的提升 有多大的影响 同时 这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你在关系中得到的 也应该是你所付出的 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找到平衡 这是维持健康人际关系的关键 第六 自我实现的追求 当我们谈论高频率的生活 我们提到的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更快节奏的环境中 而是关于如何充分利用每一刻 追求自我超越 在这个过程中 自我实现扮演了核心角色 它是我们内在驱动力的一部分 推动我们追求那些 能够让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的梦想和激情 自我实现是一个我们常听到的词 但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它意味着实现自己的最大潜力 成为自己认为最好的版本 这不是一个外在的标准 没有固定的模板去遵循 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 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之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想象一下 当你醒来的时候 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你今天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不仅仅是在追求成功或者社会的认可 你追求的是个人的成长和满足 这种追求是自发的 源于内心深处的渴望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火焰 这火焰激励我们追求那些能够点燃我们热情的事物 无论是艺术 科学 教育还是任何其他领域 真正的激情是不受限制的 追求这些激情不需要外界的认可 它们是纯粹的 是对自我理想的追求 当我们谈论追求梦想时 我们不只是在说要达成一些具体的目标 我们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让自己全然投入到自己所爱之中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条不断自我挑战 自我更新的旅程 每一步都充满了发现自我真正激情的可能性 当你跟随自己的激情时 你会发现自己的能力远超你的想象 这种发现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惊喜 它充满了喜悦和自我发现 这就是自我实现的美妙之处 它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没有终止 没有最终的目标 因为每一个达成的目标 都会开启一个新的旅程 每一次自我超越 都会让你更接近自己的核心 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真正的渴望和能力 常言到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